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超过三周 人们既目睹了以军空袭加沙最血腥的一天 也遭遇了安理会没能通过停火协议的巨大失望 随着冲突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负责任的国家都在呼吁 把推动巴以全面停火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 然而现实是停火之门迟迟无法打开 这场僵局的背后到底是哪些力量在角逐呢 10月22号被认为是本轮巴以冲突开始以来 加沙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天 当天晚间 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不同区域进行了数十次空袭 加沙卫生部门发言神 库德拉城 这一天至少四百三十六人丧生 其中就包括一百八十二名儿童 持续的战争给很多逃离家园 甚至经历失去亲人的孩子造成巨大心理阴影 战火中的加沙条件有限 但仅仅是一起数数或者举手跺脚的小游戏 就能暂时驱离战争阴影 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临时庇护所中 水电供应长时间中断 各类护资短缺 庇护所外垃圾堆积如山 污水横流 与轰炸相伴而来的是乙军的物资封锁 10月25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表示 加沙的人道救援行动 可能因燃料不足而被迫中止 现在我们不得到油 因为如果我们不得到油 我们不得到油 我们不可以转移民的车子 来帮助人们 我们不得到我们车子 去到沙南部汉沙 和取得很少的食材 来帮助人们 不得到较生命的衣服 我们不得到较生命的辣椒 你不要买到某种油 在某种各种油脂肪 所以它们不会再买了 现在,一位的原因 为了他们说 你不需要油脂肪 是因为他们说 哈马斯是拆了油脂肪 我确认了 那里有没有水域 在我们的核心里 包括我们的核心 问题癥结就在于 以色列以防止哈马斯 获取燃料为由 向加沙禁运燃料 阻止国际援助抵达 战前 加沙每天接收 约455辆卡车物资援助 而10月21号后 只有62辆卡车进入加沙 而不断轰炸与围困 以色列方面的一切行动 都是在宣称的 铲除哈马斯的旗号下进行的 内塔尼亚胡正处于 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境地 作为以色列政治右翼 内塔尼亚胡向来 以强硬手段 对付哈马斯而闻名 被称为安全先生 在外界看来 他此次被哈马斯 打了一剂闷棍 急于加倍报复 对于无差别 加倍奉还行径 国际社会 也已经无法容忍 10月25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议会发表讲话 批评乙军 对加沙的进攻不人道 并宣布取消防疫计划 如果说埃尔多安 代表的是伊斯兰国家 那么巴西总统卢拉 代表的则是南美国家 这不是战争 而是造成 2000名儿童死亡的 种族灭绝 平火还是拱火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代表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展开正面交锋 我们今天来说 避免了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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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僧场 中人的进攻不处 是非得罪了 最高的 集合 公司的联合 有责任 在这些团队 对他们的阶段 离来 在议会上 在议会上 对他们的阶段 是我们的 联合人的责任 在这里 免责任 继续责任 在这些团队 是不解释 这些灵子 会降到 历史上 10月25号 安理会就俄罗斯和美国 提出的两份巴以局势 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均未获得通过 此前美国已经两次否决 分别由俄罗斯和巴西提出的 呼吁停火的决议草案 而此次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 不涉及任何停火事宜 却纳入许多远远超出 人道范畴的内容 几乎是在给以色列 进攻加沙行为背书 中国 俄罗斯 阿联酋 巴西等国 提出修改建议 但美国无视各方关切 只做了象征性改动 就推动安理会进行表决 结果自然无法通过 我们反对的是 决议草案在停火止战 这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上 回避躲闪 始终不能用清晰明确的语言 呼吁立即实现停火 此前的10月24号 是第78个联合国日 今年的主题是 共谋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但在当天的公开辩论会后 以色列代表却掀了桌子 公开表达不满 其因是古特雷斯的一番话 它是重要的 prove That the attacks by Hamas 发生了一般 The Palestinian peopl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56 years of suffocating occupation They have seen their land steadily devoured by settlements and plagued by violence their economy stifled their people displaced and their homes demolished Their hopes for a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ir plight have been vanishing 此前的10月20号 古特雷斯亲自到拉法口岸 呼吁放行援助加沙的人道主义运输车队 10月27号 就在安理会 难以通过停火决议之后 联大以120票赞成 14票反对 45票弃权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通过约旦等超过48国 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 美国以色列都投票反对 决议通过后 联大现场响起了久违的长时间掌声 决议呼吁 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 呼吁撤销以色列 关于撤离北加沙居民的命令 谴责所有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为 以色列抢先对加沙发起一次大规模地面决议 据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称 相对于此前两周多 这次进攻范围更广 深度更大 媒体猜测 这很可能是内塔尼亚胡 为摆脱国内政治被动 而实施大规模加沙地面战的前奏 在以色列国土报军事分析师 阿莫斯哈雷尔看来 地面战将是内塔尼亚胡有史以来 为摆脱困境进行的最大战略赌博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马克林奇也认为入侵加沙对以色列来说 将是一场灾难 美国必须说服其盟友悬崖勒马 达西亚主义 这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 知名巴以问题专家布莱恩巴伯 对以色列行为的解释 也就是不成比例的加倍报复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表面上是各种积怨 但根子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断地为强权逻辑 呐喊诸威 供或交由 在某种意义上 加沙的命运 取决于华盛顿 某个政治小圈子里的利益 权衡较量 10月18号 白宫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 拜登在以色列与美军士兵握手的照片 并配文称 在以色列 拜登总统会见了第一批应急人员 感谢他们的勇敢 以及为应对哈马斯恐怖袭击所做的工作 巧合的是 两天后的10月20号 哈马斯就宣布 释放来自美国的母女 纳塔利和朱迪斯 然而 这张马上被删的照片 还是给拜登惹来了麻烦 19号 美国记者萨姆·舒梅塔 在X发帖称 白宫媒体团队 没有遮掉三角洲特种部队人员面部 就公开了照片 当美军在以色列捍卫美国利益时 拜登政府却在泄露他们的身份 媒体的吹毛求疵 或许让拜登有点委屈 因为对于以色列 他觉得自己做得够多的了 这样被媒体追问的场面 18亿冲突爆发以来 拜登经常面对的 最令他尴尬的则是 记者口中出现的 加沙平民死亡数字 25号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当他被问到 对约2700名儿童死亡的看法时 开始质疑数字的准确性 对此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十分不满 要求拜登道歉 美媒近日曝光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 美国务院要求外交官 在公开讨论加沙问题时 避免发表不希望看到更多暴力等言论 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 则不能包含 降级 停火 停止暴力 停止流血 或恢复平静 这三组词语 美国赫芬顿邮报认为 这一内部信息曝光 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 美国不但不会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 更会在军事上为以色列兜底撑腰 新一轮巴尼冲突爆发后 美国的基本策略就是 将冲突包装为以色列自卫战 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满足军火商利益 同时让以色列在安全上 更加依赖美国 事实上 资本伦巴以冲突爆发后 指战促和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选项 甚至是以色列的狠狠 他们承认以色列 并不断攻击兵人 像这样 在美国的西方盟友中 欧盟对于巴以停火问题态度 是分裂的 法国 西班牙 荷兰 爱尔兰等 支持停火 但德国 奥地利 捷克 则质疑停火的可行性 前两天 欧盟外长会议 曾考虑呼吁人道主义停火 但却被美国大泼冷水 这种拥火的作法 连美国国内部分知名人士 也看不下去 历史在注视 我们不想告诉子孙后代 我们是沉默不语 袖手旁观的人 10月20号 包括喜剧演员 乔恩·斯图尔特 和奥斯卡影帝 华金菲尼克斯在内的 数十位好莱坞演员 致信美拜登 敦促他推动以色列 在加沙停火 停火与拱火 实际上已经成为检验 有关国家 在巴以问题上 一块试金石 而英国又一次 与美国坚定地 站在了一起 我们不是要求 断火 很难 实际上是不可能 与特派业团队 我们支持 亚洲的正确 实际上是必须 自己保护 我们也想看到 隐蔽人 在中东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个 注重外交和诚实的 斡旋者之计 外界认为 美国在该地区的冲突中 公开偏袒一方 但美国支持打下去 自然背离了此前 一直标榜的人权价值观 五十五名美国民主党 众议员签署了一封联名信 要求拜登明确告知 以色列方面 其在加沙的行动 必须根据国际法进行 并采取一切措施 避免对无辜平民的伤害 而最让败 拜登为难的是 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 非常巨大 有一句美国谚语说 谁赢得了犹太人 百分之七十的选票 就有百分之百的可能 成为美国总统 对于即将面临 2024年大选的拜登来说 孰轻孰众 自然要好好掂量一番 更何况 民主党很多权势人物 如布林肯 沙利文 耶伦 加兰 舒默等 都是犹太人 不过 反对的声音 也开始在美国出现 据美国国家报透露 拜登的态度 也引起团队内部的不团结 拜登政府内部 已经有一些公务员 私下表示抱怨 并威胁要辞职 这严重损害了 拜登炫耀的 政治正确人设 负责处理 向外国出售武器的 国务院官员 乔什保罗 已经辞职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 拜登盲目支持某一方 是短视的 具有破坏性的 不公正的 并且与我们公开拥护的 价值观相矛盾 拜登 坚决支持以色列 可能是个 代价高昂的错误 这是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新闻学教授 霍华德·弗伦奇 在外交政策网站上 发出的警告 本轮 列度空前的巴以冲突 已经持续超过 半个月的时间 大批平民 被迫离开家园 流离失所 他们最需要的是 安全和食品药品 而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 袈裟地带 最需要的是 只战促合 而不是地缘政治算计 因为巴以局势失控 不仅是一场 人道主义和道德灾难 更可能是一场 威胁整个地区安全的 战略灾难 继续超过去的